12.3 汇率风险管理 我们现在来看交易风险 所以交易风险呢 就是说用一个外币来计价这个交易呢 因为汇率的变动 它就引起了应收外币或者应付外币 这样的本国货币价值发生变动 而这样发生的风险 叫做交易风险 就外币这个计价的这个交易呢 因为汇率变动而引起了应收外币 或者呢这个应付外币 就本国的货币价值发生的变动 这样的风险 你就叫做交易风险 那交易暴露呢 就是说这个以外币计价交易 所衍生的应收外币或者呢 应付外币它的金额 您就叫做交易暴露 就是以外币计价的交易 它所衍生的应收外币或者应付外币金额 那净交易暴露呢 就是应收外币金额扣掉应付外币金额 它的这个余额就叫做净交易暴露 应收外币金额扣掉应付外币金额 它的余额就是净交易暴露 那这个避险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契约避险 或者呢 这个操作避险 契约避险呢 就是用金融工具来做避险 那这个契约避险 它有包括远期外汇避险 这个货币市场避险 外汇期货避险 还有呢 外汇选择选避险 远期外汇避险呢 顾名思义 就是用远期外汇来避险 用这个远期的外汇 来预先的卖出将来的 这个外汇收入 或者呢 预先来买进将来的外汇支出 而利用远期的外汇契约 来交易 预先卖出将来的外汇收入 或者呢 预先买进将来的外汇支出 这样的方法 用这样子远期外汇 来规避汇率变动风险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 远期外汇避险 那货币市场避险呢 就是说 我们同时用本国货币 还有呢 外国的货币 用这个借款 还有放款 就把这个外币的 应收账款 或者应付账款的 本国币值呢 跟这个固定 把这个本国的 这个国币的价值 本国货币的价值来固定 用这种方法 用货币市场 来规避 这个汇率变动风险 同时呢 用本国货币 还有呢 外国货币 借款 还有放款 把这个外币的 这个外国货币的 应收账款 或者呢 应付账款 这个本国货币价值固定 用这种方法 来规避 汇率变动风险 这种方法呢 叫做 货币市场避险 好 那外汇期货避险呢 顾名思义 就是用外汇期货来避险 好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 我们卖出 或者呢 就买进 或者卖出呢 这个外汇期货 好 来这个 避掉这个 外币的 应收账款 或者呢 应付账款 用这种方法 来避掉 这个汇率变动的风险 这种方法 叫做这个 外汇期货避险 外汇选择权避险 好 顾名思义呢 就是用外汇选择权来避险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企业呢 它有外币的 应收账款呢 那我们就买进 这个外汇的卖权 那如果呢 有外币的 应付账款 来买进 外汇的 买权 好 用这种方法 来规避 这个汇率变动的风险 叫做 用这个 外汇选择权来避险 就是外汇选择权避险 如果说呢 有外币的 应收账款 那我们就买 这个外汇的 卖权 如果有外币的 应付账款 就买 外币的 买权 好 用这种方法 用外汇选择权来避险 这个叫做 外汇选择权避险 好 那接下来看这个 操作避险 那操作避险呢 它就是用这个经营策略来避险 叫做操作避险 用经营策略来避险 这个操作避险 那它又包含这个 提钱 什么叫提钱 就是呢 提钱来收回 应收账款 或者呢 支付应付账款 用这种操作的方法 用提钱 来提钱来收回 应收账款 或者呢 支付应付账款 叫做提钱 那相对的 延后 那就是 这个延后来收回 应收账款 或者呢 支付应付账款 延后来收回 应收账款 或者呢 支付应付账款 叫做延后 风险移转呢 就是 我们把这个外币 它的应收账款 或者呢 就应付账款 我们用本国的货币来表示 直接把这个风险移转掉 你就直接用本国货币来表示 这个外币的应收账款 或者应付账款 就用这种方法 把这个风险移转掉 因为已经用本国货币来表示了 所以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风险移转 这个效果 那这个风险抵消呢 就是说 我们直接把这个应收账款 还有应付账款 来互相抵消 用这种方法呢 就叫做风险抵消 或者呢 也叫做自然避险 就是呢 把应收账款 还有呢 应付账款 来互相抵消 就叫做风险抵消 或者自然避险 风险分摊呢 就是说 这个依照汇率变化调整 来调整这个 应收账款 还有应付账款 叫做风险分摊 依照汇率变化 调整应收账款 还有呢 应付账款 这个叫做风险分摊 好 接下来看这个 换算风险 换算风险呢 就是因为汇率变动 而导致本国价值 本国货币价值变动 这样的风险 叫做换算风险 或者呢 也可以叫做会计风险 因为汇率变动 而导致本国的货币价值变动 这样的风险 叫做换算风险 或者会计风险 功能性货币呢 就是这个子公司 来用来营运 还有收支的货币 这样的货币 叫做功能性货币 子公司 用来营运 还有收支 这样的货币 叫做功能性货币 那报表货币呢 就是母公司 用来编制财务报表的货币 叫做报表货币 母公司 用来编制财务报表的货币 叫做报表货币 负显资产呢 就是呢 因为汇率变动 影响价值 这样的资产 叫做负显资产 那同样的 因为汇率变动 影响价值负债 这叫做负显负债 因为汇率变动 影响价值的资产 叫负显资产 因为汇率变动 影响价值的负债 叫做负显负债 净换算暴露 那就是呢 这个负显资产 减掉负显负债 就叫做净换算暴露 负负显资产 减掉负显负债 那又叫做净换算暴露 外汇损失准备呢 就是换算以后呢 资产总额减掉 换算后呢 这个负债总额 就叫做外汇损失准备 换算后 就是资产总额减掉 换算后 负债总额 它又叫做 外汇损失准备 分手 administration 先上诺 一定会